位於質如蔥, 秘於為會食人的怪獸大廈 物質質, 粒粒粒 左右兩邊, 好像伸出的雙臂 要將你固定 人站在中間, 既渺小又壓迫 就是因為這些特質 促使它成為打卡熱點 女又拍, 男又拍 站在這裡又拍, 坐在這裡又拍 連小朋友都搶著拍 在這裡拍照好 還是這邊拍得比較漂亮? 大家以後來這裡拍照 別只想著點擺姿勢 因為打卡的背後 原來對付居民造成不少滋擾 吵得有時躺起來, 這麼吵 怪獸大廈, 位於質如蔥英皇道 由海山樓、海景樓、益窗、益法 和福昌大廈五座大廈組成 大廈群情E字形, 有二千多個單位 它形成的壓迫感 早已令它成為香港地標 加上近年荷里活科幻電影在這裡取景 更令它成為名震國際的打卡勝地 在社交平台 只要輸入海山樓或怪獸大廈 就一定找到數之不盡的打卡 押Like照片 這也不僅如此 這裡還成為愛地旅遊網站 推薦的旅客必到景點 難怪星期一至日 都有大量遊客在這裡出現 情侶友、閨密友 連一大群兄弟團都不放過這個地方 我是新加坡來的 新加坡來的 對 為什麼你認識這個地方 我在Instagram看到… 你們是台灣人嗎 對 是不是在台灣經常聽說這個地方 應該說大家最近來香港玩 都會在這裡打卡 你怎麼知道這個地方? 我朋友推薦你 你喜歡這個地方嗎? 是, 我喜歡 但在最近開始 就多了一幅續客令掛在這裡 說平台屬於私人地方 未經許可, 一陣子不准在這裡拍照 不過我們現場所見 遊客們都一於小理 這對少女還索性站正在橫額前面拍照 日語你有你掛Banner 我有我擺姿勢嗎? 我都沒有看到 我很開心, 我沒有注意到 但你看到這個訊息 你覺得怎麼樣? 我也不懂 其實可能我們是來拍照 但是不要吵他們吧 有, 我們剛好在看 所以你覺得會不會影響到他們 老實講, 一定會 就是光是這樣擺聽 可能就都會了 如果一些比較吵雜的聲音出現的話 應該都會吵到 這位遊客說得一點也沒有錯 這麼多人來這裡打卡 的確對居民造成很大滋擾 因為不僅是白天 晚上也一樣是這樣 這晚不是假日 但仍然有不少遊客自拍 有人低吵, 有人站上台 這位外籍人士還還動了腳架 不過怎麼也不夠這位小姐特別 我住在這裡 住在這裡 對, 別客氣 你住在這裡也有拍照這麼有趣嗎 不是, 我表妹沒見過 我帶她過來 表妹… 表妹第一次來這裡 你覺得漂亮嗎 很漂亮 很漂亮嗎?有拍到漂亮的照片嗎 有, 剛剛拍了 表姐, 有告訴你 現在有些告示叫別人不要拍照嗎 有… 你覺得怎樣 不知道… 別人叫你不要拍照 你覺得會否騷擾表姐呢? 你叫表姐住在這裡 對, 會, 會騷擾這裡的居民 會否在拍照的時候小心一點 對, 會…要 是, 怎樣要小心一點呢? 安靜一點還是怎樣? 安靜一點, 儘量拍完就走 不要搞太多小動作之類 日吵夜吵真的挺可憐 因為這個物不透風的格子裡面 其實是每個單位的睡房 嚴重影響居民的日常作息 住在益昌大廈十五年的樂小姐 都說騷擾每天都有 那些閃燈光, 閃得很厲害 是 所以我長期要關上窗簾 是 有時十一、二點都在這裡閃 因為睡不到覺 有時我早點睡 我早上很早起床 十點零時我就睡夠了 有時吵起床, 這麼吵? 吵吵聲, 我也不知是什麼事 有時開窗, 出去看看 下面很多人, 我想也有一個吧 我們這晚在大廈的高層看下去 人雖然不多, 但自拍的閃光燈 這裡一閃, 那裡又一閃 真的閃得眼睛花了 而且, 還有人曾經出動過寒拍機 還曾經搞到墮機 還有, 有一次飛到樓上 弄得別人的閃蓬, 變爛了 所以河馬基真的很接近 連閃蓬也撞到 對… 很接近, 所以我們現在也很害怕 有飛機來, 我們也會阻止它 會不會覺得私隱被侵犯? 當然會, 你拍到上面 或者樓上弄了什麼都會影響到 不僅私隱問題, 還多了外人進來拍照 無形地改變了居民原有的生活 最重要是影響小孩 因為他們那些人佔了場地 平日星期六, 很多小孩在這裡 打野茅球, 天下單車 我常常跟年輕人玩玩 變成我也覺得不太開心 因為少了小朋友 對, 根本沒有出來, 是嗎? 少了空間 住戶當然想這些無日無知的騷擾 盡快消失 不過有人反而歡迎遊客來打卡 沒有影響, 更好一點 多遊客在這裡拍照 我想好像還挺紅 我們也有生意做 上戶有生意, 住客就怕有事 引致這次逐客令的導火線之一 就是責任問題 好似這位外國人, 背著危棋在石膊邊 還要大自形地跳一跳 雖然石膊不是很高 但萬一跌下來, 有什麼意外 大廈居民隨時要背負所有責任 早前有個女遊客站在椅子上 跳下去的時候, 扭傷了腳 有很多人, 要保障居民的免受資料 也想提醒遊客要注意安全 責任、保險等 我們居民都可能要負責任 所以身為業主男學團 是有這樣的責任去保障居民的 雖然在公眾或私人地方拍照 基本上都沒有觸犯任何罪行 逐客令, 也只是一個訊息 但打卡拍照的人 都要多一點自律, 少一點騷擾 那怪獸大廈就可以繼續成為港人 遊客拍美照的景點之一